我就是想知道 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谁不去藏着掖着的 叔 您别操这份心了 您也管不了 哪有你当人家面说这些的 回家了 你给我坐下 我告诉你们啊 这可是一次机会 错过了和不许后悔 天哪 你怎么想起这一出了 副主书 您还是回去吧 以后我慢慢跟你说 不行吗 现在就说 董传我问你 你是和小杰好 还是和瑶瑶好 小杰 我问你 你是和中成好 还是和向东好 一人一句话 说完了咱们该干嘛干嘛去 叔 这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脾气 我不想让她生气 你过得好好的 你这是干嘛 我们的事你们不用管 现在说你们呢 忠诚我问你 你要是真心的喜欢小杰 你就说出来 你个男子看大老爷们腻腻歪歪的 你看我 我喜欢你妈我就说了 怎么了 你别这样行不行 你别管 忠诚你说 我说 是 是 好 小杰 你呢 你也说 你想干什么呀爸爸 是不是 金枝出 你就别逼小杰了 好 你不说 那我说 你们俩心里 要是还惦记对方 就不能拿别人扯谎 你们应该早点对人有个交代 你耽误了人家怎么办呢 你们要是没有了那心 也就算没缘分了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但是你们得踏踏实实对别人好 以后也不能再冒出别的心思了 你 你怎么这样呀你啊 叔 您别别再说了 她一个女孩 行 小心 你也不用说了 我心里都知道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洪姐 我 你干嘛要说事啊 我可告诉你啊 孩子现在都有自己的归宿了 都挺好的 你别那狗拿好的都管闲事了 成不成啊 你说你这 福子在我的教育下 进步就很大 你应该向福子学习 行了 你别不咬脸了 你还你教育的 我听说有人红杏出墙了 那也是你教育的 报应 我早就说了 不是不报 是时候没到 你瞧你的嘴 怎么 没打算休了他 暂时没有 我怕我休了他 你万一死气白咧的缠着 给我复婚怎么办 你见过他也从南边出来了吗 哎呀 福子 我徒弟啊 命苦啊 你说天下这么多女人 怎么能找你呢 你少来这一套啊 我告诉你 我在一次当面警告你 你以后少男孩子的事 这个忽悠福子 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不给你留面子 行了 接见时间到了吧 我还有好多事呢 谁带你去 带你去 那门死的 哎呀 今天太冷了 回来了 回来的正好 吃饭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不想吃了 我想减肥 嗨 你减肥多少也得吃点 要不然损害身体 没事 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行了呗 哎 月蓉啊 今天我见到忠诚了 啊 我把那个小杰忠诚 约到一块 当面问了问他们 问什么呀 他们俩的事啊 不是 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 他们俩刚消停 你这又就算了什么呀 嗨 他俩心里呀 压根就没消停过 他们是怕你不同意 没错 我就是不同意 月蓉 那我问你 如果咱们到了一个 别人都不认识的地方 你同不同意啊 那是另一回事 那还是啊 那就说明你心里是同意的 就是爱着面子 没错 我就是怕人笑话 多新鲜呀 哦 我嫁了前夫的徒弟 我儿子又娶了丈夫的闺女 这一家叫什么事啊 乱不乱得哼啊 这个事了 他别人爱说什么 让他们说什么 时间一长啊 就都忘了 嗯 他你这点时间还长呢 人们忘了吗 是不是天天还有人说他呀 月蓉啊 那是一回事吗 这个事啊 只要你不在意就行了 除非我那脑袋的傻子 给摸了我不在意 哎呀 月蓉 咱们俩这么长时间了 我没求过你什么 这次呢 就算我求求你啊 求见你 同意了吧 答应吧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除非咱们俩离婚了 你要是真这样 那咱俩就离 你说什么 如果你就是不同意 咱俩就离婚 福子的话强烈地震撼着孙月蓉 离婚这两个可怕的字 在他心里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隐痛 别看他张口闭口和福子说离婚 其实那只是虚张声事 当福子质地有声地真的说出时 孙月蓉怕了 再离婚那不更成别人的笑柄吗 自己一个良家妇女 不能整天让别人直直戳戳地过日子了 可是到如今 他究竟该怎么办呢 无助的孙月蓉 找来了他心目中的制作星孟二平 哎呀怎么回事啊嫂子 他是不是就说说 我回来我找他去 你找他有什么用啊 他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除了不说说了就得做 那你什么意思啊嫂子 我就让你帮我拿个主意啊 我当初不就是听了你跟了他吗 结果这结婚没几天就要离了 你让我出门怎么见人呀 哎呀嫂子先别着急离婚 你跟福的也不容易 说那都没用了 你说我这头是闺女 这头是福子 他呢这头是我 那头是儿子 你说要是雇了 我们俩就对不起孩子 真不知道这一步该怎么卖了 哎呀真是的 哎 不是彭杰带回一个男朋友吗 那就是一幌子 就跟那钟成说那瑶瑶一样 那不都是幌子吗 当时你还说他喜欢瑶瑶 说他为了陪陪我 就才跟瑶瑶好的 结果你看你现在又告诉我 他喜欢彭杰了 这都怎么回事 这都是 这 不是你跟你钟成串通好了 要骗我的吧 没有 嫂子我怎么会骗你呢 那个 钟成这孩子也是 要是骗呀 那连我也骗了 你说你这瑶瑶多好 要家庭有家庭 你孩子本身也好 这是 钟成就没这福气 哎 哎 嫂子先别着急 我这样我喝着我去找找钟成 也许事情还有转机 对对对 我关键跟我的同学也没法交代 这是什么事 这是 别急别急别急 孟二平明白 孙岳荣给自己戳到不小的难题 当初把福子和孙岳荣往一块撮合 只想着会对小雪上学的事有利 姐妹们有钱的亲戚 对钟成 对自己都会有无形的好处 没想到会落下这么个后遗症 成了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因为这件事里的当事人 哪个都比自己跟孙岳荣的关系 这就如同问二平 你说是看孙岳荣的左手呢 还是看孙岳荣的右手 这主意还怎么出呢 哎呦 二叔 你神神秘密什么事 你就在这说吧 我忙着呢 你忙什么忙 还丁一切都会儿就吓忙 不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到时候不是跟你养养好好的吗 你现在怎么又跟彭姐好一块去了 你看你干的这事 你让你妈一痛的埋怨我 就为这事啊 我妈埋怨你什么呀 你说埋怨我什么呀 我当初跟你妈说的好好的 说你如何如何懂事 如何如何为她着想 这样那样 你妈才下你决心跟福子好上了 才跟她结了婚 你知道吗 你说你现在倒好 你说你好吗 你怎么又跟彭姐好上了呢 你到底怎么想的 都问我这事 能不能不问了 能不问吗 你妈现在为这事 都快跟福子离婚了 啊 真的假的 什么时候的事 你啊什么你啊 你你妈亲口跟我说的 现在你妈为这事 跟福子闹得可僵了 知道吗你 怪不得福子书问我 跟彭姐的事呢 他问你跟 他问你什么了 他 他把我跟彭姐交到一块 然后问我 还喜不喜欢彭姐 你说喜欢 那彭姐呢 彭姐哭了 什么也没说 二平明白了 放不下彭姐的不单单是忠诚 还有彭姐的父亲福子 二平也有女儿 他知道女儿的幸福 对父亲意味着什么 所以福子这一上手 再想让忠诚和彭姐封开 是不可能了 既然不可能 自己也就别再做这个恶人了 省得将来落一身不是 至于瑶瑶 反正小雪上学的事已经解决了 孙月荣的左手右手又都不能砍 也只能砍瑶瑶了 二叔当初劝你和瑶瑶好 就是怕出现现在这种局面 二叔 他们要是这么样的话 我不结婚了我 你竟说没用的 你不结婚能解决问题啊 我结婚我也解决不了我问题啊 我结婚他们也要离 我不结婚他们也过不好 我结不结都一样 你说我怎么办啊 庞姐怎么办啊 我跟你说 问题的关键在你妈这儿 除非让你妈妥协 这事情就能圆满的解决 你妈要是不妥协啊 这肯定不行 二叔 我妈要能妥协 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她要能妥协 她早就妥协了 还等到现在 这事情不发展的一定地步 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二叔 你还嫌不够乱呢 对了 这事情就是没有乱到 让你妈改变的第一步 什么意思啊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生气啊 不合得一般见识 这事我来处理 还能把我给吃了 玉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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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她 不是 先回家 待会我做饭 好吧 不是你真行啊 你怎么能找这儿来 你装什么横啊你 不是说好了 那个不见这儿的 有事打得好吗 你自找的 我不是没警告过你 你少拿孩子的事忽悠福子 我告诉你 我从现在开始不给你留面子 你自己过不好 你想让我过不好 是不是 等等等等 你说的什么了 装什么你装 你挑拨儿子跟我作对 完了你又挑拨福子跟我离婚 你要干什么 你看我过得好 你嫉妒是不是 你过不好 是能听你没本事 不是你说什么 什么了 神经病 神经病是你逼的 神经病 你干嘛你啊 你要 盖盖盖 你刚才说你和福子离婚 怎么回事 别装你 狼狈为奸 我要记得我是你 我是你孙子 你就是孙子 我是我 我是你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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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福子 福子 祝娃 你过来 让我家来 过来 他干什么呀 我叫他去崩盖 我们家长 你过来 你叫他过来什么呀你 我叫他过来 把他老婆领回去 他老婆疯了 我惹不起 你 我就是疯了 我是你逼的 怎么了 我天天 我以后天天上来 你闹你先丢人是不是 我就给你丢人现眼 我让你再挑拨 孙天荣 你别说 别的我不信 这丢人现眼的事 我还真信 你能做得出来 行了你 你就缺德吧你 我初一时午的烧香 都没躲过你这个小人 人家初一时午烧香 人医学着正 你说你医学正吗 你搅合什么呀 自己别别你 别别别别别拿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人 raeli 你站在这儿多丢人啊 我就给你丢人 我天天在这儿给你丢人了 闷大天 我天天给你丢人了 奶奶 我就给你丢人 奶奶 行 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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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下了 滚 你走 回家给你个小老婆下跪去你 我就愿意下跪 我愿意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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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跪气哭了吧 我就不哭 我就不哭 还不哭呢 不哭在这儿含着 不哭在这儿含着 我以后天天上这儿来喊来 我是闷大平的前妻 我是闷大平的前妻 我闷大平的前妻 走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 我来 这种人了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promised to you 我说领导 只要我回到家 你重要的工作 就是休息 知道吧 为什么 找我就是谈孩子的事 没多说一句话 真的 这事 我看只能是 你跟福子离婚了 忠诚的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他说 他都和人家睡了 什么 你说这个孩子 本来呢 我是想去考试 劝劝他说 跟瑶瑶好 这样大家都会好 可是没想到 你说这怎么缺人分手 你看忠诚那样 我还挺心疼孩子 忠诚跟你说的 那还能有谁啊 那还能有谁啊 喂嫂子 你千万别问他啊 他不让我说 这是多会儿的事 看这样子 他们一直就没断了联系 这孩子这不是缩孽吗 这 福子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中生让我谁都别说 可我想来想去 我不能不告诉你啊 嫂子 这万一他们再出点什么事 你这更被动啊 就让我跟福子怎么交代 人家哪是亲闺女啊 可不是吗 这孩子真是缺德了 给你哥一个德行 不行 二平 你赶紧找他 就说我说的 让他们赶紧结婚 你 你同意他们结婚了 你不同意怎么着啊 这都这样了 那 你和福子呢 我赶紧离 离吧 哎呀 嫂子 就要我说 你 其实未必非得走到这一步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 那你说让我怎么办 我不能让人笑话着过日子吧 哎呀 这 那你和福子 结了离 离了结 人家就不笑话了 哎 让我看呀 这反正现在离婚不离婚的人家都笑话了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嫂子 不是我说你 你太要面子太要强了 你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了 这年头谁笑话谁呀 自己过得好不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大马路上我随便嘴一人我说我说他他离婚了你关心吗 再说你好朋友婚姻特别不幸你跟着难受又能难受几天啊啊 那玩了不还都忙我自己的事了谁还天天经着你过日子 你给人家钱了顾着钱了 我那这闲的 那还是啊 咱都这岁数了 还是多想一想自己怎么过得舒坦 哎呀话是这么说 可人活着不就是要个面子吗 那你不缺面子呀嫂子 你说那你说你跟福子 你们这情投意合呀 钟晨和彭杰 这金童玉女两小无猜 来年再给你生一个大胖孙子 奶奶奶奶的叫着 这往后还不都是好日子 这好日子还没面子呀 就你那最好使 你那是安慰我 我还我还真不是安慰你 这什么事都有两面性 是吧 就看你怎么看 哎 哎嫂子 你不是天天那个烧香念佛的吗 这这这佛家里就有一句话 就特别适合你 退一步海阔天空 喂 二叔 啥事怎么走 哎呀累死我了 都是为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怎么了 电话来不跟你多说了 你记住啊 你妈要是问你和彭杰的事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 为什么呀 别问为什么了 回座再说 不是 喂 真有意思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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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子 好久不见了 忙什么呢 我最近没忙什么 嫂子挺忙的吧 我瞎忙 别站着说 快快 快笑 快坐 嫂子 嫂子 忠诚呢 忠诚 你看你中成了吗 没见啊 是不是买糟的眼睛了 坐坐坐 对 你快快坐下 快快坐下的 好 行 快 哎呀你 怎么扎大黄 我常常 让人那个 你怎么了 这大青草黄 师傅 黄奕深 领导 昨天那个图纸 你给小刘 那福子你喝水啊 谢谢嫂子 你们谈啊 你们聊 没事 师傅 岳蓉嫂子 岳蓉 离家出走啦 离家出走 去哪了 凤凰山 去呗 咱们去啊 跟我生了气走的 我跟你说 生了气也没事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老董切得有一次 还去龙泉山呢 哎呀师傅 你还说这给我急死了都 还是你们在一起 时间段 你要我就有经验 你根本不理 不是 你找中诚干什么呀 跟着他呀 他万一成事怎么办呢 你怎么不跟着 我还想跟他 他不让 他说 福子 你要是跟着我 我就跳悬崖 谁呀 学跳悬崖了 孙岳蓉跳悬崖 孙岳蓉 什么时候 为什么 他没跳呢 没跳呢 他吓我玩 不是 做了个梦 哎呦我还以为是真的 你吓我一跳 你就是非得说 跑我这儿来 你 你成行 嗯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 你们男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萝卜白菜 可有所爱 不能一概论吧 总得有个共同点呀 漂亮 善良 漂亮 漂亮是标准吗 就男人 就男人而言 这是第一关注的 男人是以体貌特征为基础 来评判女人 是不是具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有道理 那女人呢 女人就复杂多了 金钱 权势 都是吸引女人的主要标准 人品啊 人品和修养 放在第二位 我觉得人品重要 可以这么说 但不能这么做 哎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说实话 不许骗人 因为你的一次脸红 我什么时候脸红了 有一次 你念错了客户的名字 我在纠正你的时候 你的脸居然红了 那怎么了 这年头 女孩子脸红 已经是濒临灭绝的表情了 应该申请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啊 老舍说过 女人的一次脸红 胜过一大片情话 你给我一大片 纯真的情话 你说 我能否爱上你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情话了 有啊 暖暖的 红红的 满脸都是 那照你这么说 当时很多人都在啊 很多人都听见了 但只有我能读得懂 小杰 相比之下 我也不够年轻 可能也不够浪漫 可能也没有太多的钱 但有一点 我懂珍惜 月荣 是不是鞋太小了 你看这脚都抹起泡了 没事 没那么娇气 月荣啊 对不起 我不该说那些伤感情的话 行了 别闹闹唧唧的 那这次你真想通了 想不通也得想 我就喝出来了 再让人笑话一次 你赶紧拿个针往那挑了 好 好了 什么也不说了 爸 这边开好了 这除了工程款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这不行 你不能多这么多 姚总 那不行不行 你们也不容易 工程啊 我挺满意 别的算奖励了 姚总 你太客气了 孟叔叔 你们就不用再客气了 拿着吧 我的好 谢谢 谢谢 这个电话 喂 是你啊 最近忙什么呢 今晚有空吗 我们想请你吃饭 对了 把瑶瑶一起带上 好 我知道了 那好 我们等你啊 谁啊 一个朋友 不好意思 来晚了啊 中厂 女朋友呢 姚姚呢 怎么没来啊 她有事儿 中厂 哪天带来让我认识一下 小杰说 那可是一个超级美女啊 今天 我可不是光顶你吃饭的 小杰已经把装修回来 就方案搞出来了 麻烦你 哪天抽时间到房子里去看一看 做个预算 这工程可就拜托你了 你们兄妹可又有机会合作了 忠诚从街道承想东的电话起 就猜想这是彭杰设计的小把心 是试试探他和姚姚的关系 带姚姚来和不带姚姚来 所表达的态度那是截然不同的 忠诚 终成暗犯得意自己的聪明 他甚至开始憧憬起他和彭杰的未来了 进来 小杰 小杰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爸 你猜猜 你说吗 猜猜吗 哎呦 爸 你赶紧告诉我得了 你岳容阿姨同意了 同意什么呀 你和忠诚的事啊 你呀 尽快找那个忠诚谈一谈 不过你要先处理好和姚姚的关系啊 爸 你真是我好爸爸 那当然了 女儿的心思老婆最了解 爸 你别管了 程庄东挺好的 你的意思是 我跟忠诚不合适 啊 就是说 傅姬叔做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妈同意也是白同意了是吗 我这次回来想的挺多的 我觉得我们之间 除了彼此的热情之外 还欠缺了很多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啊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你让我怎么说呀 跟一个有女朋友的男孩说 我们不合适 我跟忠诚我们俩怎么回事 你不是不明白啊 没有找什么借口了 他是比你有钱 他也比你懂我 更比你有胸怀 好啊 你去投入他的胸怀吧 那个 那个包着脂肪罐的胸怀 去他怀里掏钱 他懂你 钟诚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吗 我知道 我现在在你眼里是个傻瓜 一个没钱没胸怀的一个傻子 不用你在这可怜我 你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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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省犀了我的血 行 因为你一直都在里面 對 绘义 don't move 走 我一直以为 他俩会崩溃路转 我一直以为 我在学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我一直以为 我和妈最后一天会同意我们俩 我还要把我和俩的故事 往罗小说了 哥 我们不是说好不说这些话 你又忘了 哥 哥 孟仲长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碰见 我退出还不行吗 好了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要我们结婚吧 你结婚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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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出现了 你跟看车的大爷说 你说我老公 七日道明 敬请原谅 我不这么说 他们不让我进来 问你一个庸俗的问题 我爱不爱你是吗 我知道爱这个字的重量 我会做给你看的 看你跟彭杰 我向你保证 我跟彭杰 已经过去了 我知道 你们感情很深 是我不自量力爱上了你 你别这么说 瑶瑶 重诚 我主动爱你 并不代表你就可以轻视这份感情 我这份感情 不是随随便便拿来给你的 为了你 我烦恼 我烦恼 忧愁 彷徨 失落 酸甜苦辣 我什么滋味都尝过了 我觉得爱情一点都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爱彭杰 我很嫉妒 可是我心里 还是忍不住的想要情敬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 你像是我从别人手里借来的宝贝 不管怎么百般呵护 爱不释手 可到了最后 还是得还给人家 我越是想亲近你 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让你再去记录任何人了 其实 要说亲近的话 我想没有任何人 会比我们俩更亲近吧 她们结婚吧 瑶瑶 咱们结婚吧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听说了吗 那忠诚要结婚了 那好啊 不是跟小杰 是跟那个瑶瑶 什么 你没听说呀 没有啊 小杰什么也没跟你说 没说呀 我去问问二瓶去 蔡 问问二瓶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嫂子 这臭小子真是把那碗猪当猴爽 我看是你们俩穿的话 把我当猴爽了 太算了 嫂子 我跟你说 你听我说 等我喘口气 我慢慢的掰开了柔碎柔 把这事我口 你别喘气 喘什么气 你赶紧跟我说 喂 小杰啊 我是爸爸 你在哪呢 在外边跟人谈事呢爸 有事啊 啊 没有 那什么 你还好吗 我挺好啊 怎么了爸 啊 我呀 就是想问问你 回不回去吃饭呢 你是不是想我了 那我回去吃啊 好啊 爸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人家等着我呢 那你去吧 哎 你早点回来